我们是晚上的飞机飞冰城 那下午的话我们去逛逛商场 逛逛免税店 收拾一下 喝喝冰饮解解暑 我们在码头这里找到一家印度餐馆 咖喱还是很不错的 Yes 白米饭 然后自己选咖喱 咖喱 咖喱鸡 然后加了一些素菜 是11块3 然后三杯饮料 他们就看着我吃饭 咖喱还是不错的 有一点印度咖喱的那种感觉 就是拉辣的 拉 用力 松手 再拉一点点 什么味道 各种水果都有 最浓的味道是那种菠萝 然后再加一点汽水味 超好吃 等一下我也没地儿去 我们去转一转会展商场 从码头这里过去 不行的话是700米左右 这个码头人超多的 感觉比机场人都还多 穿过这个小树林花园我们就到了 才想到第一天的窘境 第一天我们就是在这里 没有钱回不了车 又是大晚上人家还必变了 太一杠杆了 龙藤四海吉祥龙年 我觉得我要中暑了 我要去富洋 我们现在的中国在大海 了 列艺issa 还有经典中氛 还有巷子 哇 你们看到什么了 好看的红包壳 谢谢 你 看这个 没有中国人 没有中国人 拿一个橱橱桃 我就看着这是什么 它的开关在哪里 结果我就看着有个堂房 我就咬 它发出声音 我们俩就行 来 咬一咬 看这个还会发光 我们在会展中心二楼 找到一个类似员工餐厅的 好 在自己选吃的 我们发现它这个真的是 这是员工食堂 因为周边吃的好像都是工作人员 然后这样一个饭 里面有一条鱼 一个大鸡腿 然后一个素菜 还有一个白饭 再加两杯柠檬茶才16块钱 而且他们周围吃饭的 都是用手在吃 这个还蛮好吃的 那么大一块鸡 那么大一块鸡 杨姨尝了一下这个鸡腿 她也去整一坨 太好吃了 这个鸡腿很好吃 又大又划算 哎 烤鱼来一条 两块炸鸡 两块大鸡排吧 还是鸡肉 还有一条炸鱼 一份那个素菜 鸡肉 然后再米饭 多少钱 14码币 便不便宜吗 吃完饭了 然后准备回酒店 取行李 然后到机场 我在新的一年 冲冠马万事如意 和爸爸好喝 好喝 去好喝 早生贵子 浮属东海 寿比南山 新年快乐 给你转移 一杯喝下李牙水钱 好吧 哈哈哈哈 打上车往机场走 准备要离开了哟 9PM 哦 9天 哈哈哈 在那裏 慢慢的就好了 到机场 没有 我们先放好灯机台 然后过安全 基本上是外面物价的三倍 最便宜的就是方便面 8码币可以买到两桶 包6码币 爆米花这么一小杯的10码币 巧克力都不外面贵 OK 我们现在要准备登机了 晓航的飞机 好好走 走后面 它这个前后都可以上 然后我们走后面 这个声音好大 看 我们现在已经打飞机了 我们直接回酒店 我刚刚还在想 我想问一下 海口大山江当时不是说 最短的航线吗 那现在是不是 如果从国际航班来说的话 是不是这个 南卡位到槟城要比它更短呢 我感觉我刚刚坐上去 就开始降落了 30分钟 好 好 我们现在出去了 嗯嗯 嗯 差一点 好 Grab说的是从Gate3过马路 就到它这个网约车 等候点 但它现在在修 所以我们现在在Gate5和Gate6 这个人行道 从这里打车到酒店 这边乔治市要三胜儿麻痹 已经到了槟城了 晚上的10点半啊 没有想到乔治市 也就是我们住的这个附近那么热闹 红灯笼高高挂起啊 两旁都是灯红酒绿的 不知道这一条街的话是酒吧街 还是晚上的就是餐馆呢